鸡猫 八百里鸡猫 懒肉得死 鸡猫 八百里鸡猫 懒肉得死 月儿 我的孩子 月儿 父皇 每逢十妹生辰 你就伤心垂肋 得保重龙体啊 否则十妹回来见你如此 也会难过 自十年前 月儿在春兽时走失 朕 每一晚都会梦见她喊救命 如何能不伤心呢 儿臣这么多年 安排了无数暗探照寻 只可惜都没找到十妹的踪影 父皇 儿臣找到十妹了 她在哪儿 快带朕去见她 报 回禀皇上 几位皇子知道有了公主的下落 日夜兼程 从属地赶来了 父皇 儿臣是巨资黄金三万两 打造公主府 等小妹入住 父皇 儿臣已准备暗卫八万 护送小妹回府 并送暗卫虎 此后 听从小妹一人调遣 父皇 这是儿臣此次外出 从南海巨猿寻得的夜明珠 有助言易寿之功效 另外 长白山的千连人参 库龄山的万年雪莲 亦在送往京城的途中 父皇 儿臣这就亲自去接十妹和公 你知罪了没有 我不知罪 剑府竟敢偷卖我家乡方 今日落在我手上 我非要好好教训你 江住院 就算我要卖相方 也是匡名正大的卖 再说了 相方本来就是我研制的 怎么就撑你家的呢 难道你也姓沐 我好歹也是沐家掌心 你竟敢直货的名字以下翻上 我看你是找打 住手 袁玺 你可算回来了 塑瑶偷卖穆家乡方 争取确凿 可他就是嘴硬 死不承认 二少爷 这是我从夫人房里搜出来的 袁玺 你可得禀空处理 他现在敢偷方子卖 以后就敢偷人 把幕府卖了 嫂嫂所说 可是属失 你心中已有答案 又何必多自以问 你今日所佩戴的香囊里面 承杂了月心草吧 你什么意思 月心草 只剩了三颗在家出月的院子里 所谓月心 或月君心 大哥早年去世 偷付你照顾妻子 你倒是照顾得蛮好 你们要是想发现我 这些都是我便室 何必讲那些莫须有的罪名 袁玺 他倒打一耙 造人说我们的私情啊 如今穆家智乡生意越做越大 他自恃有功已经无法无天了 这一次你必得好好惩罚他 来人 苏瑶贩卖牧家乡方 不知悔改 关入柴房 断水断石 直到他任作为止 放开我 放开我 我自己会走 袁玺 既然苏瑶已经识破我们之间的情愫 不如把他削了算了 他若出去乱说 咱们牧府的名声可就都毁了 那就把他割了舌头卖到穷乡屁壤去 给那些苦瑶公当老婆 折磨个一两年也就废了 反正他是你父亲从路边捡回来的 无父无母 没人会关心他的死活 难道你不舍得 我可不瞒你 肚子里有了你的骨肉 这牧家 只能是我儿子的 不是舍不得他人 而是 牧家如今每年上万两黄金的生意 都是靠他的智商方子 几个破方子而已 也就你当个宝 我在街上随便找几个智商师来 也足够支撑牧家的产业 你言之有理 少爷 少爷 有贵客 是谁来了 二皇子来了 二皇子 想必是我们的生意入了皇家的法眼 牧家飞黄腾达扬明立外的时机到了 原型你看 我就是苏瑶克你 你刚惩治了他 好事就来了 好 见过二殿下 我奉陛下之命 我奉陛下之命找回师公主 听闻她就在府中 赶紧让她出来相见吧 公主 此欲乃是公主周岁时 陛下所赐 一半贴身携带 一半收入陛下那里 有人见过你府中女眷携带此欲 必是公主 必是公主无影 回禀殿下 在下见着玉佩有些眼熟 但不知是从谁身上见过了 公主既在幕府 真是幕府上下的荣幸 明府这就召集所有女眷 等殿下亲自宣问 有劳 看来幕府的好日子果真是来了 难道玉佩在你那儿 如若是我那就好了 但总归是我们幕府的福报 万一是苏瑶呢 我呸就她那见苦头的面相 也配是公主 玉佩还真在你这儿 还给我 这是我的东西 你还给我 你还给我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身为一场大病 之前的事都不记得了 幸得被江大小姐收留 一直在给她做丫鬟 怪不得这么多年 你不回来找我们 师妹 你受苦了 二哥这就带你回家 我就说了 不可能是苏阳那个贱人 以我跟柳静的情分 他以后只会百倍千倍地补偿我们 果然你才是望我牧家的福星 走 救命 有没有人啊 救命 有没有人啊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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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二殿下和十公主团聚 你们收留公主 不日后 陛下必有赏赐 你们牧家 好日子还在后头 谢殿下 谢皇上 牧家上下 必为我大侠鞠躬尽 死而后已 有没有人啊 你 这里面是什么 快开门 让我出去 这里面是什么 殿下 里面 里面是一条不听话的狗 前些日子 咬坏了不少香料 被我关起来了 师妹 你没事吧 我身子一向弱 让您担心了 我先带你回行宫 不日将带你回京城了 你五个府内 齐花一草破洞 到时 我让他多送点给你 哥哥 你对我真好 恭送殿下 恭送公主 快快快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还想向外人求救 你这副奸妖子 若是冲撞了二皇子 岂不是要害得幕府上下都被牵连 玉玉啊 不必与他多言 罪负苏氏 偷盗相方 品性卑劣 不为幕府祖讯所容 即刻起 被逐出幕府 莫远希 我家当年家屠四壁 是我早晚研制相方 才让你们摆脱苦害 就这么对我 好 那我只希望 把我这些年盖得的贡献给我 你倒是会鞠躬 要不是当年元喜的父亲 把你这个无父无母 疯疯癫癫的姐儿 带回家收养 你早就死在路边了 是 我若当初知道是现在的结果 我倒宁愿当时就死在路边 你竟觉得我幕府救你就错了 是不是在你心里 木家有今日的辉煌 全是你的功劳 全是你的功劳 难道不是吗 你的功劳 你这剑 正是你在府中 轩然此等言语 我才让底下的人认定我幕远夕 只能实施软弯 是个废物 我从未悬崖 但事实如此 事实 事实 你这戒业 你还敢嘴硬 说 幕府到底能不能离开你 木远夕 我欠你们木家的恩情 早已经还完了 那从现在开始 我与木家 与你幕远夕本人 再无半天瓜葛 呸 冥完不灵的东西 真当木家离不开他死的 这灾心走了 木家只会更好 原喜 你不会后悔了吧 一个对木家未来无用的人 进来也消气了 怎么可能后悔呢 那正好 我让人把他卖到苦谣去 还能赚个十碗银子呢 即便离开木家 木居不信自己活不下去 先找个地方安家吧 加油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在 要想从此过 留下买路财 两位好汉 你看我都已经见影了 肯定是无分分对吧 求犯过 求犯过 谁说我们要捡你的财了 我们只是捡个宋 然后 把你们的苦谣去 哈哈哈哈 放开我 放开我 不要 放开我 放开我 姑娘 你没事吧 哥哥 明女素妖 多谢公子救命神 不必多礼 好些没有 已经好多了 你在婚名前 叫了我一声哥哥 是出于何意啊 莫不是认识我 我 叫过您吗 我不太记得了 也许是我听错了 你家住那里 我派人送你回去 如今 我哪儿还有家呀 不用了 我可以自己回去的 只是这救命之恩 我还没报答 我写一个相方 作为报答吧 举手之劳罢了 姑娘不必在意 要的 我不想牵任何人 姑娘 外莫俊孝 没想到 这字写得十分藏尽有力 可是 师从哪位当时名家 公子贱孝 是我自己琢磨的 不曾有人教过 姑娘可别骗我 你这字写 乃是当朝太富 独创的书法 跟我平时 所写书法一致 可是 我真的没有跟任何人学过 也许学过 但是 我又是遭遇艰难 伤了头部 已经忘了 姑娘 姑娘可还记得自己是几岁时受的伤 应该是七八岁左右的样子 七八岁 这跟我妹妹走丢时的年纪差不多 我这儿有一块玉佩 你可有见过 殿下 不好了 十公路因为翻身部和胃口 正在大话雷霆 姑娘 你在此稍等片刻 我去去就来 你们端上来的都是些猪屎 是不是没有把我这个公主放在眼里 你们先出去 二哥 你为什么让他们下去 我还没打够呢 师妹 我知道你急于立位 但此事以后 不要再做了 以德夫人 知道吗 我只是因为又是走丢 当了十年丫鬟 苦日子过够了 怕他们觉得我好说话 欺负我 正是当过丫鬟 才更知道将心比心 你对他们好 他们自然也会对你好 好了 好了知道了 那我们什么时候回清朝 我不想待在此地了 师妹 你似乎很着急离开这儿啊 当然了 我许久未见父皇 有些想他了 我忽然记起 我忽然记起 你手臂上有个胎记 如今可还在 胎记 我 我 师妹 回到京城 回到京城 雁明正身是必不可赏的 倒不如让我先看看 欺君之罪 可是要满门抄斩的 二哥 你不信我 那我就不去了 反正我已经吃了十年的苦 也不怕再吃一辈子 刘靖 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把胎记亮出来 给我看看 男女瘦瘦不亲 二哥 你不会是故意想趁此机会 占妹妹便宜吧 这事要传出去 皇家威夷何在 若是我非要看呢 我看你分明是想趁此机 和亲伯妹妹 如果你非要看的话 那他就不如一刀杀了我 至少我能保住 身为一个宫主的名解 你还不知道吧 我就喜欢玩弄亲妹妹 我宫里面的皇妹 哪个没被我玩过 你性格如此刚烈 那你倒是自我一个给我看看 你最好这样把气管抹开 要不然血流光了 女人还没死 那可就太痛苦了 我 你 你是想逼死我吗 干嘛 你不敢自杀了吗 那我来帮你 二皇子扰命 我 我不是公主 你果然不是 所谓三岁肯了 我室妹自幼乖巧懂事 秉姓成良 哪怕是她失忆 也不会像这般嚣张跋扈 说 玉佩哪来的 是 是苏瑶的 你女苏瑶多谢公子救命珍 是她 是她 果然是她 来人 给我全程去找 一定要找到石垢主 老板 咱们这儿是不是能右上 不不归 不离边这儿 老板 借个包子 去去去 看什么看 滚 我也有 不腻的 这不是苏瑶妹妹吗 离开了沐家 竟活得如此凄惨 这馒头 放在沐家 狗都不吃呢 我知道你在沐家 不吃这种馒头 但也不需要四处宣言吧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骂我是狗 你若不是狗 怎么在大街上疯人就咬啊 你 苏瑶 你竟怎么如此低劣 你出言粗俗 这可是你凶嫂 沐原喜 我们已经合理了 你舔不知耻在大街上 带着凶嫂四处招摇也就罢了 还有脸起不到我头上 我请你们立刻离开 否则 否则怎么样 你还能教训我们不成 如今柳境贵为当朝石公主 我打听了 皇上曾经将她捧在掌心 如如明珠一般 此次回京之后 只会更加宠爱要什么给什么 说不定还会成为 你弟呢 这些都是他的未来 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自然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我们沐家也必将成为天下第一的皇上 但你可就惨了 我会让你寸步难行 无呼饿死 不过我倒是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跪下来求我 我考虑让你回沐家给我刷刷公筒 倒倒夜壶留你一碗饭吃 所以这也是你的意思 你一见女流之辈 年龄也不小了 又无父无母 哪怕是进府做了丫鬟 也没人要你 别混到最后 只能去青龙卖身 丢我沐家的脸面 楚月也是一片好心 你求个饶 认个错 至少还能为自己磨个活路 这对你 已是莫大的抬决 沐原写 我苏瑶就算饿死 也绝不是你沐家一厘米 亦可惨 自我踏出沐家大门的那一刻起 我们就没有任何瓜葛 所以也请你们离我远一点 别逼我匹肤一怒 血剑五步 慢着 二皇子殿下 民女素遥 你可知罪 民女不知 你从我行宫离开之后 我少了一件贵重的玉佩 那是我要敬献给陛下的贺礼 偷窃此物 是杀头的大罪 民女没有偷拿 还请殿下明察 苏瑶 你偷了就是偷了 还不赶紧拿出来 毕竟你在沐家 就有偷东西的习惯 苏瑶曾是沐家人吗 不不不 沐家早已将他赶出家门了 他跟我们沐家 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沐家座 此事当真 我劝你想清楚再回答 苏瑶的生死 可就在你一念之间 若你作保他秉性纯厚 我便信放他一条生路 苏瑶确实不是什么善良女子 好 很好 苏瑶 你可还有话说 民女无话可说 玉佳之罪何患无辞 只是我没想到 连公子也如此是非不分 殿下 你看看他 连您都敢骂 简直是作死 来人 把这作死的女人给我拿下 来人 把这作死的女人给我拿下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他才是苏瑶 拿的就是你 殿 殿下 为什么 你们不是来拿苏瑶这个贱女人的吗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师妹 对不起 哥哥来晚了 害你吃了这么多苦 哥哥 是 你是当今石公主 幼时走势 好在我终于找到了你 我是公主 不错 你送我回去 父皇在等你 几个哥哥也都在等你 二殿下 你是不是搞错了 刘敬才是真公主 你已经把她找回去了 苏瑶怎么可能是公主呢 你说的刘敬 已经被打入死了 冒充公主 按律当灭九宗 你身为她的主人 也在名单之中 不 这 不可能 她 她怎么会是假的呢 她有预会作证 怎么会是假的呢 等等 玉佩 你说的可是 她从我身上偷走的玉佩 原来那天偷走我玉佩的人 竟然是她 张楚月 我想不到 已经发疯到这种地步 张楚月 我想不到 已经发疯到这种地步 让你们的丫鬟冒充公主 你这是该死 殿下 张楚月 也是我兄长的妻子 但兄长早已过世 她如今与我牧家 早已没了瓜葛 还请殿下明察呀 可我怎么听说 你和她早就通奸 连孩子都有婚人 我也是 你个卑鄙小人 诈取相逢 逼迫苏瑶和离的 可全都是你 如今你小致身事外 晚了 苏瑶 您在我们夫妻一场 求你 帮我在二殿下面前 说几句话吧 好 那我问你几个问题 好 好 齐一 偷取牧家相方的是我 那当然不是 我牧家 就是靠了你给的相方 牧家才有了今日的家业 齐二 我是贱人吗 我是贱人吗 那就更不是了 你是我大侠 最为珍贵的石公主 万万人之上 怎么会贱呢 齐三 我要是想活下去 是不是只能去青楼卖身 你是陛下的 掌上明珠 怎么会去青楼呢 苏瑶 不不不不 石公主 这些都是我被这江楚月 一时给蒙蔽了 鬼迷心窍 才会对公主 犯下这大不敬之罪 我知错了 我知错了 以后 一定悔改 好啊 你想怎么悔改 我一定好好待你 努力成为这世上 最完美的丈夫 莫远夕 直来的神情比草菅 你现在想给 我不想要了 陛下 殿下 殿下 都结束了 哥哥马上带你回京 这还真是一模一样呢 那是自然 幸亏有这玉佩 你还留在身边 否则 以你失忆的状况 我们哪怕 倾尽大下国之力 也找不到你 找不到便找不到呗 反正我也能活得下去 这点我都是相信 当年春兽 你骑马射箭 完全不输我们 这几位哥哥 要不是如此 你也不会因为 追一头野猪 结果跑出去太远 才走丢了 你 你这是在吓唤我 话说回来 父皇因为你走旧之事 一直耿耿于怀 时常偷偷抹泪 那么英明神武的大夏皇帝 这要是传出去 恐怕要闹大笑话了 可惜我已经不记得 父皇的样子了 到时你见了就会知道了 虽说对我们严厉 但是个好父亲 我就知道 自己肯定不是 无父无母的孩子 只是没想到 自己竟然是公主 你不仅是公主 还是大夏国唯一的公主 父皇儿子很多 却只有你一个女儿 那我们什么时候启程 我已经很久没有 见过父皇了 就今天 好 怎么还不进去 父皇已经在里面等你了 我 我有些紧张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都已经忘干净了 想不起来也不要紧 只要父皇和哥哥们 都记得就行 殿下 都半个月了 你怎么还改不过口来 叫二哥 二哥 只是我担心 万一我也不是真公主 怎么办 我是说万一 我不是 父皇和哥哥们 都是看着你长大的 纵使十年过去 也定能一眼认出你的 我虽然认错了你一次 但那也是因为没到你 再见到你的第一面 我就很确信 你就是我的妹妹 我已经派人画了你的相 快马加鞭送进皇宫 他们确认是你无疑 不然我也不会这么放心地 将你带进宫来 真的吗 我骗你做什么 再说了 你行为举止和小时候无异 上次在客栈 你写字的时候 我就看出来了 对了二哥 我还有一事想求 皇上驾到 奇怪 父皇说在大殿的我们 怎么会来这里 二哥 不用你提醒我 父皇想必是急于见我 才会来的 我师妹 聪慧过人 什么都瞒不过你 那是 儿臣拜见父皇 我的好远 朕总算是见到你了 都是朕的错 那日春兽 就不该让你离开朕身边 如今 儿臣已经回来了 父皇不必再难过 儿臣在外面 一直过得很好 父皇放心 最后一次见你 还是个孩子 没想到再见 已经是个大姑娘了 这些年 受苦了吧 都是朕无能 不能急舍地找到你 父皇这几年 能一直念着鱼儿 鱼儿已经很开心了 如今我们团聚 再不必分开 父皇 您还有个儿子在身边呢 就不过问下我吗 或者给我一些奖赏什么的 朕的儿子那么多 您是哪位啊 让你去接鱼儿回家而已 一去一个月 还过问你 朕 没治你的罪 已经算是留给你面子了 你这是怎么了 一天到晚 净倒过这玩意儿 哥哥们给你的那些奇珍异宝 还有金银首饰 不够你花吗 哎呀 二哥多虑了 我不缺钱 光是六哥给的那些银两 我花到下辈子都花不完 那何苦钻研这个 我还听丫鬟说了 你都好几日不出门了 连饭也不吃 这不是从先靠做香 正前傍身 哎 几日不做 反而不习惯了 现如今拿几个香料 来做这玩玩 大不大把时间 嗯 你从小喜欢香 这点倒是与我相似 幕府一大家子的废物 若不是靠你做香的手艺 也不会寄予四大世家之列 从前 我总想着滴水之恩 当永泉相宝 只是没想到 他们竟然会变得如此谈的无厌 仁爱 一旦摘了名利 也开始变得无情无厌 变得无情无厌 哼 无情无义之人 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 若他们摆翻 也不会沦落至 如今家破人亡的地步 之前呢 人们总说香 是玩而失时的失处 可是 我终于与香为伴 才觉得 香是 朴实无华之物 很多人都说喜欢香 可是 却急着有人懂香 你也不必难过 你还年轻 终会找到与你一样 懂香爱香之源 二哥 你说笑了 现在父皇慈爱 哥哥们都把我捧在手掌筋上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半月后 豆香大会 你感兴趣吗 豆香大会 我能去 自然 这次豆香大会 就在鼠山去行 我受取所要 当主考官 你若愿意 我可以帮你也刮个名 到时候 你来参加比赛 若是不愿意 若是不愿意 我去 我去 我就知道 你一定要去 原来二哥早就准备好了 你什么时候帮我报的名 你后日生辰 陛下下旨 命令我们这些哥哥 无论如何都要叫你开心 我早知 我这傻妹妹啊 对那些金银财宝 不想一顾 独独对炼香 痴迷 二哥 我真的很开心 啊 若二哥不嫌弃 这个是我刚调好的香 送给你 嗯 这香不比宫中玉智的香茶 你可千万别和他们说 是我偷偷带你出去的 否则 陛下和皇兄 一定会责罚我们 二哥放心 我肯定不说出去 对了 师妹 我今日难以入年 你可方便帮我调些 安神的香来 好 三日后 我托人送到二哥府上 还是妹妹好啊 贴心小棉袄 我先走了 二哥慢走 怎么这么多人啊 这里面肯定高水 卢云雾虎藏龙的 我这样半路出现的小菜鸟 能带到几轮啊 小香河 给我一点点运气吧 不就别的 只保佑 我能过比试就行 救救了 救救了 地零零地零零地零零 谁 谁 别怕 是我 二哥 你怎么在这儿啊 可别暴露你我的关系 到时候 别人可会说我偏心了 虽然我也会偏心的 好 不说 珍贵 对了 你这次出来 父皇不知道吧 他若是小的了 非扒了我的皮不可 我这次出来只有血缘感着 府里其他人都不知道 这豆香 你有没有信心摘得亏手 来这里的香尸应该都很厉害 不过我也有信心 嗯 我叶子号的妹妹 怎会是等前之百 加油 哥哥也相信你 嗯 我们走吧 小石来了豆香大会 切记 不可让他出任何差错 我有要事 要前往皇宫处理 这里的一切 便交给你了 属下遵命 对了 依你之近 小石治香能力如何 可有把握进入中世啊 公主天资充颖 想进入中世并不难 只是此次大会 由于出力拔萃者 公主要想栽的魁首 恐怕有些难 嗯 在此 能寻得一位 与他一样的对手 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啊 公主潜力无限 未来可期 既然是块培玉 就应好好打磨 而非藏其锋芒 在后眼中 虚度此生 殿下找到石公主后 简直都不知道 干什么疼她了 我就是要她开心 本次豆香大会结束 我会向皇上请旨 待她出门游历 给她寻一个 如意狼举 皇上心疼公主 毫不容易事而复得 殿下此时向皇上提议此事 怕有不妥 殿下莫忘了 此次公主出府参加比赛 也是偷偷瞒着皇上的 此次进入中世的香室 无论成组如何 都会被香店的结尾相识 说为弟子 若是石妹 想进一步学习至乡 定会把握此次机会 殿下想到周到 为公主 也是尽心尽力 唉 春寿那日 石妹要本王同他去打猎的 本王心情烦躁 他便自己去了 现在想想啊 若不是我 唉 事实难料 天意如此 即使非殿下所愿 也无可奈何 好在公主已经找了回来 已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嗯 你说的没错 如今本王所想的 就是想让他开心开心 站住 二哥 二哥呢 奇怪 二哥明明刚刚还在这儿的 你们一会儿就不讲 姜楚瘟 怎么是你 你不是已经被流放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我也是来参加香斗大会的 苏杨 没想到你如今成了公主 还要跟一群小小相识争名利 可真是不给平民百姓活路啊 在这里的人 都是凭本事进来的 我就算是公主 受到的也是一样的待遇 但是你 一个流犯进入蜀山种地 就不怕他们把你救地处决吗 我有什么好怕的 从被叶子号赶出大厦那天心 我早就一无所有 如今 我什么都不怕你 哎 你 你 你要做什么 我想尽办法在婚间这里 为他 就是向你复仇 你等会儿 自作你也不可活 你今天这样是你自己坏事作劲 全是你自己活该 闭嘴 都怪你 若不是你 今日不会沦落到这地步 苏杨 害得我颠沛流离 无家可归 我受得成 今日 我不能死啊 好不容易回到父皇哥哥们身边 我想就这么轻易地死掉 定要向你逃回来 本想放过你一马 没想到你竟主动送上门来找死 你怎么来了 二哥 下人来报 有人混上手山 我担心你出事 便赶过来了 二哥 江淑叶他 师妹 这个人再也留不得了 欣然只恨害了你 不要 不要杀我 一切都过去了 从此以后 他们与你再无瓜葛 二哥 会保护你一生一世 嗯 我知道了 比试开始 各香吃准备进店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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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